阿波罗新闻网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中共巨头大裁员 全球抵制孔为主因 傻眼 中国洛阳一博物馆照片代替实物展示 它花60元买票 大陆人天安门驻中华民国万岁 网友表示 无声对抗中共 伊朗惊现中国制激光反无人机系统 飓风洗美 忧中东冲突升级 国际油价大涨 美智库分析 乌军轰炸俄高枷锁地区可能影响战局发展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主频道热点直击 今天是10月11号 星期五 中共巨头大裁员 全球抵制孔为主因 阿波罗网网堵若报道 中国安防设备巨头海康威视 近期正进行大规模组织调整和裁员 引发业界广泛关注 据公司员工透露 此次调整将32个研发区域缩减至12个 预计涉及1000多名员工 这一举措被认为与公司近年来 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的抵制和制裁密切相关 据新浪科技报道 此次裁员涉及海康威视全国各地区 其中研发部门受影响最大 一位被裁员工表示 湖南等区域已经没了 但杭州等总部地区还没开始 公司将为被裁员工提供N加2的赔偿方案 自2010年上市以来 海康威视经历了近10年的高速增长 然而 近年来公司业绩开始出现下滑 2022年全年及2023年前三季度 海康威视净利润增长率大幅下降 2024年上半年 公司再次出现净利润同比下滑的情况 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篤然分析 全球抵制孔为主因 海康威视在国际市场面临严峻挑战 2019年 美国将海康威视列入实体清单 限制其获取美国技术 2021年 欧洲议会呼吁成员国停止使用海康威视产品 2022年 英国政府在敏感地点禁用海康威视摄像头 2023年 澳大利亚政府对使用海康威视设备的安全风险展开调查 这些国际制裁和抵制措施 严重影响了海康威视的海外业务 导致市场萎缩 供应链受阻 品牌形象受损 进而造成财务压力 海康威视此次大规模裁源和组织调整 很可能是对全球抵制的直接反应 傻眼 中国洛阳一博物馆照片代替实物展示 他花60元买票 大陆一位游客 近日上传的一段视频引起热议 视频中他抱怨 河南洛阳随唐洛阳城应天门遗址博物馆 以照片代替实物展览 表示自己花费60元购票后 却发现展品仅为文物图片 提醒大家不要将此馆与洛阳博物馆混淆 据《肖乡晨报》报道 管方解释称博物馆入馆确实需购票 部分展馆采用试图展示 而非所有展品都是实物 工作人员提到 博物馆自始就是图片展示 没有文物存放 观众如需观赏实物 可前往洛阳博物馆 消息曝光后 不少网友吐槽我觉得我也能开博物馆 十块钱一个人就够了 但想看实物 可以去北京西安看 我去兵马俑没买到票 被忽悠去旁边大秦帝国 就看了一通视频 198 给洛阳应天门博物馆提个建议 以后观众进门 就发本图册 再给个板凳 让他们自己找点看去 要是用照片可以 我都可以开一个博物馆 大陆人天安门驻中华民国万岁 网友表示 无声对抗中共 昨日是中华民国双十国庆 台湾网红黄薇薇 在北京天安门前拍照庆祝 照片中 她以胜利首饰遮挡天安门标语 巧妙变成中华民国万岁 甚至还比出六四的首饰 引发广泛讨论 粉丝专业廖小猫流浪日志 随后也贴出多张组合图 显示早有中国民众 在天安门前用类似方式 表态支持中华民国 此举引起众多网友热议 有人认为 这是无声对抗中共 也有人表达对中华民国的支持 称赞中华民国唯一正统 呼吁民主与自由 许多网友也为这些举动的 大胆表示担忧 关注他们的安全 伊朗经线中国制激光反无人机系统 据军文网站战区报道 近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 出现了疑似中国制造的 反无人机激光系统 引发广泛关注 该系统被安装在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近期公开演讲场地附近 似乎只在提升该地的安全等级 经专家分析 这套系统很可能是中国神农盾系列 而非最初猜测的沉默猎人 报道指出 系统的特征与神农盾货柜化版本高度一致 战区介绍了神农盾系统的性能 其雷达侦测范围可达5公里 激光功率为10-20千码 该系统能在3公里内 进行非致命性质盲攻击 并在1.5公里范围内摧毁某些目标 每次激光发射可持续约3分钟 充电时间不到5分钟 报道还指出 激光定向能武器的优势 在于理论上但要无限 然而 其局限性也很明显 每次只能攻击单一目标 且需要冷却和充电时间 对于具备高度自动化 或多模式目标锁定能力的无人机 这类攻击的效果可能有限 飓风洗美 优中东冲突升级 国际油价大涨 国际油价周四大涨约4% 主因美国燃料购买量 在飓风米尔顿侵袭佛州前大增 中东石油供应存在风险 同时 美国与中国也出现能源需求 可能增加的迹象 海湾国家则担心 一旦冲突升级 他们的石油设施 可能会受到伊朗代理人攻击 要求美国阻止以色列 攻击伊朗石油设施 纽约商品交易所 西德州中级原油 周四11月交割价上涨2.61美元 或3.6% 来到每桶75.85美元 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 12月交割价上涨2.82美元 或3.7% 来到每桶79.40美元 飓风米尔顿横扫佛罗里达州 引发龙卷风 造成至少10人丧生 数百万人断电之后 10日往大西洋扬长而去 佛州有超过320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 美智库分析 乌军轰炸俄高加索地区 可能影响战局发展 乌克兰抗俄战争进入第961天 近日 乌军对俄罗斯高加索地区发动攻击 轰炸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无人机基地 袭击阿迪格共和国弹药库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认为 乌军袭击了存放400架见证者无人机的 克拉斯诺达尔基地 同时打击了阿迪格共和国 汉斯卡亚空军基地弹药库 俄军每天向乌前线发射约1万发炮弹 依赖见证者无人机攻击 乌军持续打击俄高加索地区 可能迫使俄军重组后勤系统 若乌军获准大规模攻击俄境内设施 可能影响整个战区局势 专家认为 解除对乌使用西方武器的限制 加上乌自身远程打击能力发展 将使乌军更有效利用俄方 在高加索地区的弱点 值得注意的是 俄军伤亡已超60万 远超美方预期的31.5万 这表明乌军对俄高加索地区的打击 可能产生超出预期的影响 今天副频道的最新内容是 乌军联手了 摩萨德给情报 乌轰伊朗运俄400导弹乌人机 拜登与内塔尼亚湖通话后 双方就以色列报复伊朗范围上的分歧一缩小 泽连斯基大逆转 否认提及停火 习近平要温家宝李瑞环坐在身边 至少有三层含义 朝鲜工程兵竟是导弹发射官 英美铺六人惨亡内幕 您可以点击视频的右上角来观看 您的鼓励是我们前行的力量 万分感谢阿波罗网会员的无私赞助和大家的支持 也请您订阅并打开小铃铛选全部 您的点赞转发和留言会增强这个视频的传播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祝您周末愉快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